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应该待在资料室吗 孟之导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最适合你最应该待的地方 就是你的资料室 你以为我还会给你机会 再毁掉一次我的大剧院吗 我有信心 我觉得会谈得 比这里所有人都要好 我不想辜负那些支持我 对我有期望的人 我想站在舞台上 有信息是好的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有信心 都是大剧院栽培的好苗子 我想让你知道一点 全速奔跑的人 都未必能成功 更何况像你这样跌倒了 还没有爬起来的 不知道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 寄你出去 来来来 叶总监 请进 你们师徒俩 还那么勤奋呢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佳容策划部老总 不用介绍了 虽然今天我和我助力 是代表佳容 可是我们只是想参观一下剧院 顺便看一下排练 没什么特别的 好啊 叶总监啊 为了这次典礼 我们可是尽心尽力啊 来 孟制导 让咱们的候选人 开始演奏吧 好 我去准备一下 不用了 我就想听他独奏 コミュニケ Vide 帮我还有啊 好 准备不得有 你还没有 一样 别一样 准备啊 是 洋湖 无论 君寓 娘 大家都想 是我 变得公平而已 公平 为了一个背叛你的女孩 伤害你的母亲 这对她来讲公平吗 我可以当我妈的牺牲品 可我不想我喜欢的女生 也是这样做的 杭轩 我再说一次 就算你怎么立保命小眠 也是在做无用功 原因 我刚才跟你说过 杭轩 你这样帮我 你妈妈 你不用担心 我只是给你争取到 你应有的机会 后面还有选拔赛 好好加油 谢谢你 其实呢 是雨彤来拜托我的 她这么关心你 我这个做兄弟的 怎么可以不帮呢 小眠 其实你身边 还有很多好朋友 都看好你 支持你 有雨彤 我 好 还有 姐 谢谢你能来 你不用谢我 这是我的工作 你能不排斥我 我们还能这样 面对面地说话 我已经很开心了 好 易小眠 既然你已经是我们赞助商指定的候选人 我希望你不要给我们赞助商丢脸 你好好加油吧 我会的 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 加十分 是不是只要我对易小眠好那么一点点 你就会给我加分 只可惜你的易小眠 没有听到你在这里 对她掏心掏肺的表白 我承认喜欢小眠 可我已经退到好朋友的位置了 我倒是希望你以后能专心工作 你向我保证过的 要做到公私分明 叶航璇为了易小眠宽我两句 我就这么开心 不过易小眠 钢琴毕竟是我们俩从小的梦想 这一次就看你的实力吧 你好 小迪 赞助商都说话了 独走肯定是他的了 不就是有后台吗 得意什么呀 您男友都请来了 真是了不起啊 有背景就是不一样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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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需要的是要重返舞台 从哪里跌倒 是不是应该 从哪里站起来 在哪里站起来 是要重返舞台 在哪里站起来 你最需要的 在哪里站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你是 你好 我是北振华教授的特别助理 听说你是这次颁奖典礼的指定钢琴独奏 所以我特意过来看看 果然不错 谢谢 行了 维珍 我知道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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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次为了钢琴独奏 你好像成为了忠实之地 那是因为我在第一次选拔赛落选 后来是我朋友帮我争取到这个机会 我知道 大家心里都很不平衡 可是 可是啊 你不想放弃 对吗 你做得对 遗憾如果不能及时弥补 到了未来某个时候想起来 可能就成为了一辈子的遗憾 我身边一直有一个人 他永远都会对我说你可以的 他说我是属于舞台的 我一定可以重新回到舞台上 我只是想证明我自己 我不想让他失望 只要有他在 我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男朋友 男朋友 你们的感情 真让我羡慕 不像我 你跟你男朋友怎么了吗 其实我这次回来 是想跟我男朋友复合的 可是他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知道他还爱我 他没有把我忘记 所以我会拼尽全力 把他追回来 他不爱那个女孩 两个人勉强在一起 会让双方都受到伤害 你说是吗 对不起 我一见到你 就跟你说了这么多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回国 在这里又没有朋友 一见到你啊 就觉得特别投缘 我叫易小眠 我叫偏你 我们可以做个好朋友 你女朋友 你女朋友是不是就是 上次当着表白那牛啊 看着你们俩情敌金尖 我觉着我现在 越来越相信爱情了 而且我觉着她 她正在一步一步地 向我走过来 没想到你还是加入这一行了 你只想利用小眠 来替代江子虞 我太了解江子虞 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了 只要她一出现 你就不会放开她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看准了 就不会放弃的人 就相识啊 那北宇童啊 这就是你不对了 让人这么漂亮 一个美女姐姐 也不说早介绍我们 认识一下吧 来 美女你好 我叫金山 你好 美女啊 你跟北宇童什么关系呢 平时她见的女人 就跟见着男人一样 今天你来 那你看她魂牧手 这么样的 跟个木桩伦伦伦 我现在还有魅力吗 我以为七年过去 我已经老了呢 你这要是老 我愿意陪你一起天荒地老 好 北宇童你疯了 我还没被人打过两次 怎么样 有意见吗 好 今天你女朋友在 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宇童 宇童 什么意思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 我一回来 你就为我吃醋成这样 我可承受不起 我没心情陪你开玩笑 我只是不想让我们 七年后的重逢 变得太沉重 说吧 你为什么回来 我想你啊 我想你 每天都想 想都受不了 所以我回来了 孟总 让我好好看看你 七年了 她每天都在想你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孩子了 我好高兴 都七年了 好多事情已经改变了 宇童 你不要走 我知道 七年的时间 一定会让很多女孩子追你 我明白 但是我只是想找你去去救 一顿晚饭的功夫 请你不要拒绝我 宇童 谢谢我 谢谢我 没想到 这家餐堆还在 而且连装修摆设都没过来 记得那个时候 你总喜欢带我来吃西餐 义食又浆面 驴醒虾球 这里的特色煎鱼排 虽然那个时候 你还只是个拿零花钱的孩子 却从来不舍得让我请客 对了 这些年 你都过得怎么样 我听说你参加国际救援队 一直做义工 因为我不能让自己停下来 我只要一停下来 脑子就会不停地转 想到你 我连心跳都没办法控制 我必须让自己忙 让自己疲惫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会这么想你 对了 听说 你找到师母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真心地为你感到高兴 但是我更幸福的是 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 必定当初 是因为师母的车祸我才离开你 现在她回来了 我们之间是不是可以 我想不可以 我既有女朋友了 而且找到我妈妈 也是因为她 你这么说 你跟她在一起的原因 是因为感恩 是因为我喜欢她 但是我们之间是爱 我现在还在俱乐部呢 我现在还在俱乐部呢 我给你做好吃的 好啊 那就这样 回家再说 拜拜 木头 七年 七年的时间 会给我们造成一些隔 但是你相信我 只要我在你身边 一定会发现 我们从未分开过 我们已经分开了 而且过去 就要再过去吧 但是你刚刚还为了我说了谎 你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告诉她 你现在和你的前女友在一起 正在吃一顿 仅仅是为了叙旧的晚餐 我讨厌撒谎 更讨厌 我被迫要撒谎 那你就不要再骗自己了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 已经有 女朋友了 你就死了信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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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回来 我想你啊 所以我回来了 我们已经分开了 而且过去 就要再过去吧 宇童 吃饭了 我那个不饿 你们先吃吧 知道了 看到了吧 你辛辛苦苦准备的三个小时扣勞大餐 她竟然不伤脸 可能是俱乐部出了什么事情吧 这个 也只有北宇童自己才知道 易小敏同学 你就一点女人的第六感都没有吗 就是那个 当男人出现问题的时候 女人天生的雷达系统 第六感 我的第六感还蛮幸福的 宇童就是这样子 她每次都是默默地付出 不让我知道 但是啊 最后 我都被她弄得好感动 那你先吃吧 我等她一起 那为什么 我的第六感出现 红色警报了呢 有一个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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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我 对不起